既然你知道这个新法之后 那你可不可以调校一下你的确的GPT 我们昨天有讲过确的GPT有角色扮演的功能 所以你到你的确的GPT这边点一下 免费版就可以制定角色 所以你就制定你的GPT 这边就有两个要点 如果你印象还在的话 所以你这边要填什么呢 你希望这一格要填的是 你希望你这个GP是一个怎么样的 它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以知识型来讲 你是一个思想家 你非常熟知知识识型的概念 然后你也是一个哲学家等等等等 你就自己去形容一下 形容它的个性 然后这边输出呢 你希望确的GPT回应你 然后请你采用知识型的方式来回复 知要讲 这个就是我问你的问题的核心 重点关键知识 重点关键知识 然后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怎么用在教育上 用在哪些地方 请你说明最多情绪 然后也可以先知识数 比如说尽量每一点都要超过五十个字 这样 那行呢 最后再给我具体的行动方案 请下 不要超过 请下 你稍微跟他讲一下 讲一下之后呢 我们的作业是贴这个 所以你要把这个请下 所以我缩小一下 这样可以一次请到全部 因为他只能贴一张 所以你把你的训练的内容捡起 你要先去试一下 所以你写完之后要启动教育 然后这时候你在这边问的时候 他就会按照你的知识系 他就一次跟你讲他的知识系 你可以试试看 很好 他就变成一个专业的知识系的学者 所以你有时候自己在练的时候 知识系的法官 你就来这边问他一下 他就知识系一下全部给你 所以这是第三个作业 训练一个自己的知识系的 然后把你的这个东西点过来贴过去 这是第三个作业 那我顺便讲第四个作业 那我顺便讲第四个作业 可以了 没有没有 这是一起 可以 第四个作业很简单 就是这两天上课 你上完这两天的课 你知道了什么 就是这两天课的知识情 你知道了什么 那你这个知道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又可以用在哪里 然后你有没有下了什么决定 有没有做了什么选择 你想要干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事 然后你的具体行动方案又是什么 你就直接贴在下面 就这样 图片不一定要 图片不一定要 这是你的愿望 我想当一个天使 天使有黑的有白的 我可以当黑的 但是你知道 黑天使 虽然他做的事是坏事 但是他是为了让你 让你的诚事补生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的黑天使 想不开的叫恶魔 想得开的叫黑天使 所以你也许会遇到这一生中 故意找你麻烦 让你弱点价值的 哪一个 所以GVT要登入才能治病角色 对 不登入不行 对 你每一次要问 你就是每一次问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讲 前面这些全部要接上去 你就要把刚刚那一串 我讲的那一串 就在问题之前先接上去 然后你的问题怎么下面 然后这样 对 对 对 你要一直重处的问题 就不用重处 他就永远会照这个角色去 因为他有那个 工作站成机的限制 他有跟你说 多少几千次以内 他是有记忆的 所以如果你不定 那个角色的话 你这样 问题一直问下来 他后面就会忘记前面 所以忘记前面跟你讲 就会开始不严谓 那你就变成又要重新再把他站在前面 所以也许他 也许你前面接一次 然后去问的时候 再问一两个问题 他还会记得做什么事 也许再问一点 他可能你问成 后面就会忘记 会 会 会 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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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 那个 他缴费是 个人缴费是先到Pro 然后再到team 所以你买那个team team里面他有条款有写 你的资料 我不会帮你们去订 所以如果你是team的那个一个月25美金 就是比那个Pro版多5美金 他就不会 他就有宣誓 他不会把你拿来做训练 这是他的宣誓 勤政 爱民 互相同 但是之后怎么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宣誓归宣誓 但是他既然有这样 如果他真的把你拿去训练 你可以告他吗 因为他有宣誓 这之后就换他要缴500万件 在你的 在你的 你要登录喔 登录之后 在你的那个人头 右上角的人头里面有一个致病GPT 对对对 你去问答 一边问答 如果他输出的不正理想 你就要去修一下那个 致病GPT的内容 稍微有一秒 修一下 修到让他觉得 他的回答 就是你想象的那个回答的隔禁 那你那一吹的GPT就修了OK 那你再把它贴出来就好 你问的时候 他格式会明显不同 你制定的时候 他左下角不是会有一个开关吗 要不要启用 要不要启用 你在资金那边 你那个两大盒子的底下角 会有一个启用 你要启用 然后再補存 然后之后你问的问题 他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处理 如果没有按照你的要求 那表示你的那个设计 你写的那个内容 没有要求他格式 你就要再去修这个单理 下面那一格 下面那一格是要求输出格式的部分 你讲资要讲什么内容 甚至你还可以给他一个范例 你就贴一个范例给他 他就会知道要怎么讲 我们讲一下 GPT它是整合世界上所有的资料库去进行训练的 那所以如果是那种很少的东西 就是很少人讲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一套基础 用知识型的方法 他不一定会清楚 所以如果你只规定 他用知识型的思考法的方式速度 他不一定会知道怎么速度 各位了解吗 因为我们这种课就很少人开 所以网路上你要找相关的资料 可能不会那么多 所以他训练的时候会训练不到 所以你必须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跟示范 以后你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他不知道的东西就是网路上的资料库 所以你就必须要给他很清楚的示范 就像昨天我们在训练那个故事 很联想的那种 很少人去训练GPT这样做 所以他就刚开始是不会 但是如果你几次跟他沟通 用多感官 要看得到那个动作 要有声音 要有味道 他就会了 所以GPT是可以训练 但是你要训练 尤其在他那种不战场的领域 你不需要训练他 所以在角色的训练那边 如果你出作得识那边 我会建议你 如果是一般的 他其实会 但是像这种比较早的 他应该是不会的 那你就要稍微讲一下 你对格式的要求 因为你没有登录的话 他是没记忆的 那你分开问也可以继续看 你这个浏览器没有关掉之前 他应该是有记忆的 所以你现在已经训练色了 然后你就跟他说 格式的要求 等一下回答我的格式 请你用 基因怎么样 施怎么样 行怎么样 这样回答我 然后他会跟你说 好我知道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问他问题 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 你就这样处理 这个就是那个 XLGPD的角色扮演 所以你要好好的运用他的角色扮演 这个很好 很有效 比如说你 你如果你要把GPD 放给学生了 对不对 那你前面的角色设定 你就要设定他说 你是一个类似国小的 国小的什么样的人 像他等一下出来的 那个讲话的 那个语气 内容 理解程度都是国小的 都是国小的人看的 懂我意思 他会用你设定的那个 专业的程度 去回顾你后面的论谈 所以如果你是想跟一个 如果你是那种什么 病痛率不好 你希望专业的来回答你 那你就要跟他说 你是一个 什么内科 什么科的权威 那等一下你问他的事情 他会用那个内科权威的角色 来回答你 那与气度完全不一样 专业程度也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角色设定很重要 这个就是看GPT的角色卡 所以第三个就是你的角色卡 或角色扮演你的对话都可以 或者角色卡的设定都可以 只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会这样问 我会让GPT带你他的角色这样就好 所以你是如果你不能登录 你就用问答 你就贴你的问答的内容 不管是副字文字或简单都可以 那如果你可以登录 取到什么 或者重新认知了什么 那我觉得可以用在哪里 那我下了一个决定 然后好好的过我这种人生 然后去看这个世界 随便你醒 我要去认识一个有钱的千金 然后我就可以过 我讲的是20岁的梦想 那你记得你有完成作业的话 你写我们的讯息列上面 字笔上面 有我的电子邮件 你就给我一个封电子邮件 或者在LINE 在脸书上面偷我都可以 你就跟我说你三个作业都交完了 然后我就会寄一个 寄两个软体序号给你 送你两个软体序号 一个是桌面录影的 一个是桌面录影的 90天免费版 桌式免费版 那个全功能的序号版 然后另外一个是30天的 影片下载的软体 都是全功能的序号 所以有写作业我就送这个 所以你要来 我跟你讲 我下个月不自由 但是下个月马上去个月 我还有一节课 讲线上简请 对不对 那一节课我会教免费的请用 你就可以不用那个 所以在那个上课之前 你至少还有东西可以用 哈哈哈 对不对 不是因为有些工具 真的就是它好用又简单 但是缺点就是你用付费 所以有的有好就有坏 所以如果你硬要用免费的工具 有时候就是像我们昨天讲的 那个新制度就要多转一步 或是说那个软体 界面就很复杂 所以你都必须要学着 稍微操控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有上到我的课 我会有一些 可以让你很简单 就知道怎么用 其他的那些复杂界面 就都假光看不到 这样就很好用 所以就是看 看你要怎么做决定 我们的MIT MIT的讯息列的最上面 MIT的讯息列进不去 那我写在黑板上 等到哪一天我被热透杂仲 每一场每一个来参加的 我通通送咖啡 对不对 但是那个热透从来没有找上的 我连统一发票都没有送过 所以我知道 就是只能算中收入的 我完全没有什么产力 我去参加什么演习 什么夫浪课 什么 我从来没有抽奖抽到过 从来没有 县府那么多年 每年的尾压 什么 我连那个最小的 参加奖命 所以 人各有力 那种命就是 只能算死亡收入 他这样活老婆就好命 就是他的被动收入 就是这样子 人真的 人各有力 如果你作业都教了 可以 就可以 下课了 我们没有关门放口 我们没有关门放口 各位可以放心 或者你觉得差不多了 你也不想教作业 不会连强 大概是这样 今天的教学的部分就是到这边而已 那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课 欢迎各位就继续带来 所以第三次的课是针对教学 还有你是要去说服人家的 就是口才 教学口才 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要怎么讲话 怎么说服你的老师们 说服家长们 或者在班上你要怎么让你的孩子 都跟你很听你的话这个部分 第三天 第四天是专门做问题解决的 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个运算思维怎么处理 会让你以后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概是这样 工具就是我们 我们在第三天会讲到Canva一些 反正都是这几个工具融合运动就对了 工具不是我们的重点 如果你是纯粹要学工具的 请你到旅充群的网站 他的YouTube里面什么都有 如果你是要纯学工具的 你直接去看他的YouTube就好 教育现场所有会用到的软体心态 他都已经录好了 我在Meet的那个连结上面 贴了一个那个各职业的quant 各职业的那个提进 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里面有如果你想要让GPT担任各种 专业的职业 那他们通常是怎么下那个quant 你可以学 回来如果你需要用就稍微修改一下 看怎么样可以更趋劲你的使用的线条 他是可以修改 就参考一下人家怎么下职业 可以获得更专业的角色的协助 所以当你这样子用之后 你相当于不用付钱 就可以找到很多N的助理 N的免费的专业助理 我提供那个网站 当然是人家SynHub里面的东西 你就往下滑 他的其实都在下面 你就会看到这种职业 人家是怎么下职业的 算了